给各位老板汇报一下2021年的工作总结 你都告诉我 赚多少钱 今年没赚什么钱 最多的是积累了一些人脉 最早的时候从3月底开始来 4月1号的时候就正式开始运转了 运转的话就开始直播 最早的时候是在斗上面直播 直播了一个月 4月份一个月发生了什么呢 有7天在直播 7天在休整 7天在筹备 7天又直播 反正一个月的时间跌跌撞撞 一个礼拜赔了一些 然后休整了几天 你可以看到我嘴上都起泡 两边跟牛魔王似的 有的话说太均长胡子了 不是那是上火真上火 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的卖一些草花了 就是有很多花 就是那把七刀什么都卖吧 不过还是以绣球为主 因为我们的基地主要是生产绣球的 有100多亩的绣球 而且山上还有1000多亩 还有好几万瓶 多的是哈 这个绣球多的是 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生意已经来一个高峰期吧 也算是因为 你知道吗 4月份5月份一直在赔钱 一直在摸着 到6月份的时候直播店人数也趋有稳定了 然后就来到了7月份8月份9月份7、8、9这三个月嘛 这是属于陆续下滑的一个阶段你知道吗 那不还行 那也是最热的时候天天直播一天一瓶 一天那个矿泉水一瓶一瓶的喝 还有很多话说老花姨你这么能喝吗 说牛的嘛 那个时候真热也熬过来了 到了10月份的时候呢 生意就开始变得冷冷清清的 有点淡了 然后呢就 拆掉了一部分人 因为 确实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 一直到11月12月 10月11月12月 这来到1月份 这三个月的时间呢 就是一直在亏损了 就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 因为全只得678 6789 9月份马马虎虎也赚了一点 6789这三四个月赚的钱 然后呢就一直在亏损 然后呢 在7月份的时候 就是手里面钱最多的时候呢 投了一个太华店 叫慧王园体验馆 做一个 像做一个那种线下门店 给大家就是 打造一个那种 体验馆来着 我确实没时间 现在荒废了啊 10代50万嘛 差不多有 那有话说 今年你赚不少啊 哈 做生意嘛 你不能说赚了多少 我觉得 我赚的这个钱 不够 啊 我要是赚2889 给人家去带货的话 我今年少说税后也得有个一百多万 纯收入 嗯 就是到手里的 不过我这样做自营的话呢 就是 自己风险很高啊 投资很大 成本也高 赚的也不多 但是能够给花友们 就是能够那种最直接的一个服务 我觉得就是很棒 得罪了很多人 真的得罪了很多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 人家玩的那个方法 我会玩吗 我会玩 我不去玩 人不给我玩 就孤立我 就是行业里边可能口碑风评不太好 但是呢 花友们给我的评价都很高 就很值 这一年呢 很值 好吧 各位老板 都差不多到年底了是吧 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评论区里边聊聊吧 然后明年呢 就是继续卖花 继续做 好吧 继续做自己 反正 纵使这条路再难 也就坚持好几年了 你现在再换行也不好换了 怎么着 干了吧 我还得那个我 明年还得这样 明年的时候 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也这么发一期哈 不过今年的话 你们点评点评我吧 希望各位老板给我个点评 给点那种意见 建议 骂我两句 或者夸我两句 好了 2021年就这样了 我是老花一 养活最容易 白了